今天的国会下议院又是一阵闹哄哄 国盟哥达巴鲁区国会议员拿督斯里达基尤丁 炮轰政府不公平对待在野党 还斥责首相拿督斯里安华 在六周选举期间滥用公帕乘坐直升机到特定选区 达基尤丁的这番言论引起西蒙多位议员不满 纷纷援引议会常规 抨击他对首相做出恶意指控 要他撤回言论 国盟议员也起身护航 反指西蒙议员故意制造骚乱 整个议会厅谩骂声不断 国盟哥达巴鲁区国会议员达基尤丁 今天辩论第十二大马计划中期检讨报告时 先是表示国盟为了稳定国家和政局 愿意按照伊斯兰教的教义 协助政府共同发展国家 其中他认同政府要在计划中 实现各地区发展平衡的目标 让我国成为高收入国家 不过他随后马上改变 提醒政府不能把地方发展 当作政治糖果 捞取支持 斥责政府至今还在用这样的手段 打压在野党 除此之外 达基尤丁说 有雪州大港的选民告诉他 首相安华在六州选举期间 滥用政府资源和公筒 Yamak Bomat Perdana Menteri 这番言论立刻引起了西蒙议员不满 议会听随即爆发骂战 这番言议员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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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蒙议员不满 西蒙议员跳脚 而国盟议员也立刻护航 同样援引议会常规 斥责西蒙议员 故意在议会厅内制造骚乱 主持议会的国会下议院副议长南丽随后指出 达基尤丁引述的是议会厅外的言论 不过现在既然已经在下议院提及 等于议会有了记录 因此他建议西蒙议员提成动议 好让议会查明 达基尤丁的言论是否真的属于恶意指控 八度空间林晓彤 国会大厦报道 国会大厦报道